各位各位好,今天又看到小室 以及Hugo在此和大家玩开箱 今天在我们面前的这一部是什么呢? 这是YAMAHA新推出的YAS209 生巴 最吸引的地方是因为它很简单 最主要是除了生巴主体之外,还有一个无线的扩扩 变成了摆位也很方便 好像很正,价钱方面又如何? 价钱方面大约是3000头 每个人都允许 非常吸引的一个玩具 好,事不宜迟,今天由Hugo和大家开箱示范 开箱之前我们先看看箱子 刚才你看到型号寫着YAS209 SPEC Highlight,包括4K Ultra HD 声音方面就会支援DTS Virtual Exa 功能 Spotify 和Amazon Music 支援 这支声音币还支援蓝牙 大家可以利用蓝牙去串流听歌 它原来支持这个Alexa Built-in 换句话说,经软体update 稍后就会支持声音控制功能 开箱之后,看到有一个遥控 还有光纤线 还有说明书 两个都是8字头的 换句话说,这个声音币 可以试试换线,可能补补也行 这个声音币是用了网面的设计 而且它的高度 刚刚可以配置电视机和座台柜中间夹位 控制 panel就全部都集合了在这个声音币的顶部 首先是它的status,它的状态,然后还有input那些东西,有HDMI 电视机,然后还有bluetooth Net这个位置就显示了它的内容 Surround就是它upmixer现在的状态 还有就是clear voice 想听得清楚一点它的对白声 就确定设计灯一定会亮起来 还有这个内容的控制 它现在Alexa的操作状态 圆形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control键 负责唤醒Alexa的功能 Voice control开关,input的switch 还有大小声,最后就是power on and off Soundbar的背面看到一堆的认证icon 接着就是一个电源的插头 另一边我们就看到有这个内容线 光纤 这里还有一个USB位置,它写到明是update only 还有就是HDMI 我们用它来连接电视机,而且开启ARC功能 可以用这个电视机而控制 Soundbar的音量和其他操作 这些Soundbar原来是support wall mount 两个螺丝位就在这里 这个无线的subwoofer 它用了一个网面的设计 还有它上面有一个公司的logo Yamaha的一个icon 下面就用了一个气孔的设计 变了打出来的亮感就会强强一点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subwoofer的侧面 都要用它的网面的设计 我们放一只手filt 你会看到一个7吋的单元 另外后面看到一个手动的pairing按钮 还有两个工作状态的指示灯 下面这个位置是一个电源端子 是一个可换式的八字头 我们现在立即去拨线试一下效果 除了一个实体遥控制之外 还有一个app可以控制Soundbar 我们按一下质能键 我们会看到更加多个设定 我们会看到一个Spotify和Tidal的选项 我们按入Spotify 它问你是否打开 我们按OpenSpotify 它就会进入了一个Spotify的界面 我们找Lalanan来玩 现在Lalanan在播放 我们留意它的左下角 有一个icon可以按下去 这里可以让你选择 现在你想用哪个设计 去播放那个音乐 我们可以选择Yamaha的Soundbar 现在的Soundbar正在播放Lalanan 那就可以听歌了 我们都相信我们的一样 你的携币是你的最强敌 他打给你每个赌场 我的角色已经成功了 水平面的延伸感也算是有一定的水準 以它的價位來說 例如我剛才在看Netflix的極足球生 你感覺到加了三巴之後 它的空間特別是車子在前面穿梭的感覺 你感覺到軌跡會有加持 其次就是這個DTSX的展示 紅色的圈圈走 你感覺到軌跡的感覺 移動感會有加持 看到波波走 聲音的變化和空間都會融入畫面 Elita試了最尾摩洞球那一段 衝擊力比較大的感覺 它都會有一定的優化 整體來說我覺得感覺都算突出 設定方面 大家如果用藍光機看片 要留意要將音效的位置設定作Beatstream 比如說DTS或者是道比的訊號 丟給Soundbar輸出 變成音效都會讓它Default的PCM更加提升 中置的話如果是Default的狀態下 會比較凹凹一點 如果我建議 最好一定要打開Clear Voice 無論是清晰度 甚至是Wallum 或者是埋身感 都會比較加強 這個叫做3D Surround 如果是正常白燈的話 類似是5.1 Surround 的效果 但如果你想要體現一個 叫做3D的音效 包括上空音效的話 最好打開3D Surround 這個Up Mixing Mode 便可以對應DTS Virtual X的效果 最深刻或者效果最鮮明的 會是這個Movie Mode 以及這個Game Mode 因為兩個Mode 你見到是開了之後 它的動態延伸感 都會相對來說 會比較明顯 中高頻一些 例如一些 object 或者一些特效聲 在這個Mode底下 它會變得比較鮮明些 聽起來會比較過癮些 看電視節目 又不想影響家人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開這個 Stereo 或者是TV Mode 動態 或者是整個空間的範圍 它會稍微縮小一點 實際上它可以自己 調整一下Base 整體來說 我覺得操作都算簡別 對於一些可能 喜歡看電影 或者是會看電影的話 其實它現在可以對應到 這個DTS Virtual X 做回Mixing的話 你都會感受到應有的味道 如果你喜歡看電影 又想為你的電視機 聲音方面加持的話 這支Yamaha 209 在價錢或者效果方面 都有不錯的表現 大家去到音響譜 可以找它來試試 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按LIKE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最後記得按鈴鐺 我們有更新的話 就找你了